启述第十二章第八节 并没有德成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我们在今次会用这个第八节 做引子的原因 我就想跟大家去理解 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我们要拿着这个原理 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 为什么现在所知的是有限 以及究竟第十三章会发生什么 因为弟兄姊妹 我身为一个牧师 我研究圣经的话 当然我会尽量去研究 但是当我越理解圣经的话 我就越知道有些东西 是我们是有限地知道的 为什么有限地知道 举个简单例子 主耶稣出世之前 就算最劲的才知 他绝对都不可能知道 主耶稣基督是哪里出世 他出世的地点 并且他的名字 他爸爸是叫什么名字 他妈妈是什么名字 然后公主于世 有没有可能先来说 当然不信的人就说 你做不到你不是先知 你看到这些瘋了 就会这样去 取得这么无聊的理论 但你看到当主耶稣出世时 谁先知知道 主耶稣基督是哪里出世 爸爸妈妈是谁 然后公主以誓 等撒旦去杀了 有哪里可以做到 如果做到的 都不是神的先知 对不对 就算你看到这些博士 找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了 所以你看到原来圣经里面 是有写一些东西 但是在时间性上 为了神是得性 时间性上 是使撒旦不能够得性 并且输给神 是有些东西 是他们的时间 是没有可能知道的 是要过了某个时段之后 那个奥秘才会解开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 去研究圣经的心得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 我们根本不可以知道 你花时间也没用 因为你说出来你知道了之后 其实撒旦会得性 撒旦要杀个人多容易 在主耶稣的时代 有时候希律可以杀了 整个耶路撒冷里面 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 你就知道 他杀人多容易 所以我们是不是立乱 就说既然没有先知 他说出主耶稣是哪里出生 叫什么名字 父母是谁 他们追着的地点 所以没有先知了 不是先知了 我们不能够私下 以我们的标准去定准了 神一定要照我们的幼稚去做神 那他才是神的 他才有他才知 所以我身为一个牧者 我知道就算我去求神 去给我知道一些东西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 是不被容许他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是有限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够 因为我们知道的是有限 所以我们不尝试去知 因为你得到法利错人也好 尼哥底母也好 你发觉在当时 主耶稣时代的人 他们不是尝试知道 神的时代计划 就变成神的时代计划 的阻力 是吧 而石上能够知道 他们拥有就是永死 是吧 我们一定要理解 就是我们是人的话 我们在神的时代计划当中 有些是我们一定要知 但有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够 守住我们的口 其实我们不知 而且神也不会让我们知道 因为免得 我们漏了口风的话 是根本破坏神的时代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时代计划 是已经抹下了会发生的事情 既然那样东西 是一定会发生的话 而很多时候 神的时代计划 会发生的事情 都是很单薄的 所谓单薄就是 完全不是用 尝试的方式 去洗脑那样东西 是离横哲觉的应验 神是让那样东西 根本是极之高的智慧 极之高的技巧底下 去成就的 就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如果对比当时以色列的军队 或者对比罗马的这些军队 他很单薄的 就是可以钉死的 也不用找军人跟他打过 也不用派军队 他跟主耶稣的门徒去搏斗 他一捉就捉到你 就钉了上十字架了 是吧 换句话 说神是让他的时代计划 很多时候是以一个最平凡的方法 去成就最伟大的事件 而被我们看出 神不是那种离横哲曲 不是神话那类的 完全老妄的神 他是拥有智慧 他拥有计划 里面这些智慧和计划 他是要藉着主耶稣 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他要是这样的 而名者甚至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整个时代计划 是一定要依照那个方案去做的 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已经依照 阿伯拉奉献以撒 这个摩利亚山的位置 那里去搬十字架和钉死 所以所有东西是定准了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说 其实在发生的时候 是很单薄的 如果完全把神都握穿了 这些计划 其实撒旦是可以在 从中作梗去破坏的 所以圣经自己清楚的记载 就是神一早不会将 这些智慧去说出来的 是等那件事发生了 才让这些人知道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阻止 而实际上撒旦都是在 钉死主耶稣之后 才发觉自己失散 因为那个就是 根本就是神的时代计划 主耶稣不是第一次来 去收回地上所有的 这些神的国度 而进入千禧年 而是原来主耶稣第二次来 才是 所以撒旦当钉死了主耶稣 才发现 就是他是不是中了余节 所说的这个节日 所以那个计划是未知的 在当时 而但是问题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呢 原因就是 启述第十二章 第八节 这个条件要发生的时候 就是说整个故事 要发生了的时候 其实有些事情 是我们没可能知道的 是因为它一定要发生了之后才知道的 而我们就知道这个限制 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了之后 变成了撒旦是从我们那里拿到很多提水的东西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神的先知一直都不知道 神再来的准确的年月日呢 一定要到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从圣经慢慢去摸索 这个模糊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这一两年就是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就是神的德性 不是他的德性 他是要借着我们的德性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关系 关系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 神来到这个地上 杰安多夏娃犯罪之后 神不是派天使天君去打败撒旦 神是借着亚当夏娃 他们的后裔去打败撒旦 这个才是神的 可以说是厉害的一样东西 因为神打败撒旦 当然他绝对做得到 他说句话就可以做得到 因为这个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用他的口中的气 可以灭着撒旦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神当时要毁灭撒旦的话 是一件疑事 但是神做了一件更加超难的事 就是他要让人去打败撒旦 这个就是可以说 导致撒旦死得最大的羞辱 因为是他自己牢笼 让他变成奴隸的人类 去打败他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但是要完成这件事的话 我们尝试由今天戏 去以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去尝试去看看神的眼中的另一个世界 神的时代计划当中的另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就是 其实在整个时代历史当中 不是他赢撒旦 他要他的子民 他要这个小赫子去赢撒旦 所以他是借着我们的成长去打败他 所以我会说这么多次2012讯息 都说你一定要听这个讯息 去成长 你一定要听这个讯息 去成长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神去打败撒旦 是神要完成最后的计划 用我们成长去打败撒旦 如果要神打败 如我所说 很简单 不用搞那么多 但如果要我们成长的话 你从神眼中去看看 究竟在整个历史当中 里面的可行性 是一定会有一些原则 是神去遵守的 其中一个原则 就是我喜欢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神原来有一些秘密 是不会和我们说的 也不会拆穿的 因为如我所说 如果主耶稣出世的时候 一早说定他是 几年几月在哪里出世 当然神的先知可以做到 是吧 但是神有没有这么做呢 神有没有那么蠢呢 是吧 撒旦当然很希望他这么做 是不是虧万的人 是一样可以让撒旦去 慫恿去吹谷神的先知 他这么做 就算有神的先知知道 主耶稣基督是 哪年哪月哪日出世 父母是谁在哪一度出世 就算知道那个先知 众计他说出来的话 神都即场将他击杀 对不对 所以变成我们 如果要知道神的时代计划 我们绝对一定要理解 神这些有所不为的现象 继续第十二章 第八节 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贪玩的地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